大家好,我是帝叔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第八集内容 本集剧名,知名童话故事 美女与野兽 高文英又会如何用黑暗的方式 解读这部经典的爱情童话呢 同时钢太和文英的感情 又将面对哪些阻力 让我们进入第八集的正片内容 去寻找答案吧 承接上集,凭借钢太精湛的手法 高文英的新发型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钢太也觉得不错 关键姑娘人美啊 剪了头发 文英的项圈也算是摘掉了 虽然我并不认为这么简单就能摆脱母亲的阴影 但是眼下的高文英应该很舒畅吧 为此他还想让钢太给他一点奖励 大家不要想多了 不是拨拨那种开车操作 而是简简单单让人上瘾的摸头沙 两人就这样 一边傻笑一边对视 就好像奔跑在田野间的春日之犬一样 不过哥哥上太貌似不太喜欢文英的新发型 他还是喜欢长发飘飘的高文英 原来我们上太还是长发控啊 而且看到文英总是让钢太给他加菜 哥哥的早饭吃的酸酸的 他提议自己的菜自己家又不是小孩子咯 说得对 看你们秀恩爱狗粮都吃饱了 吃完早饭文英还要目送钢太去上班 然后某人一个回眸 哦这是什么 这是心动的赶脚啊 文英还说以后的头发都要钢太剪了 因为他和哥哥一样都不喜欢别人碰 还问钢太我好不好看呀 你让人家怎么说 那必须是好看呀 行了这上班还去不去了 再秀下去怕这天都要黑了 钢太的同事晚上值夜班 还在被诡异的歌声和抓狂的高大患折磨 文英父亲呢大概是把唱歌的人 我以为是死去的妻子了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那个半夜唱歌的女人 高文英看了看微博 因为之前的负面举动 上面全是黑他的留言 关键时刻真爱粉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不过眼前有个真爱粉 上太哥哥 高文英问他 为什么粉他呢 是因为作品吗 这上太说的话就有点上人了 他说主要是你长得好看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头乌黑的长发 结果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没想到啊 上太不仅是个长发孔还是颜孔 高文英一听就火了 会议结束 闪人闪人 我们老李看来是要向朱莉发起进攻了 他让女助手调查了对方的个人信息 老李还要和钢太比一比 你说我又高又壮 还有收和阅历 肯定比一个男户优秀吧 女助理是一针见血 你关键的一点没有啊 那就是颜值 此时的文刚太坐在长椅上 他说脑子里全是高文英 爱情肯定就是这样 慢慢的在你心中种下了种子 等待着某一天心动的到来 也就是爱情发芽的日子了 院长正在看监控视频 他发现有个女患者聚职异常 就是这位高冷阿姨 因为高大患听到歌声 导致她发狂 所以院长要问高冷阿姨的就是 半夜是不是你在走廊里面唱歌呢 但是阿姨时后反而自己唱了歌 不过等她离开院长室 她就开心的笑了 她说大家一直把她当成透明人 现在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了 院长也是人才 居然还会蠢语 通过监控视频 实陆了高冷阿姨就是在唱歌 院长有些疑惑 阿姨为什么要撒谎呢 所以她希望钢太啊 可以多留意高冷阿姨的举动 当然这可不是护理人员分内的事情 院长看钢太不表态 那不如做个交易啊 两个人一拍即合 文钢太也成功让院长 恢复了文英的课程 上太被这小包包准备出门了 准备去哪呢 当然是跟钢太一起去吃饭呢 哎呦 这我们文英怎么可能错过呢 于是三个人就一起来吃了炒满面了 看这两兄弟吃的还挺香的 文英一口下去 辣的是直接飙脏话了 三人吃完饭 外面下着大雨 钢太帮哥哥撑了伞往前走着 在后面的文英呢 看在眼里 虽然看得出被忽视有点小情绪 但是看到钢太为了给哥哥撑伞 自己被雨淋到了 有点心疼 于是他追了上去 就这样两把伞 三人行 钢太保护着上太 文英照顾着钢太 这一幕实在太温暖 太难心了 然后把哥哥送上公交 又是二人世界了 不过上太已经开始在意 弟弟和文英的关系了 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钢太被人抢走吧 两个人一起去了咖啡厅 文英又开始想要你模式了 然后就在钢太的眼皮底下 两个人打得火热 搂着腰吧 别说钢太了 我都有点酸了 不过能感觉得出来 这个文英故意想让钢太吃醋 这就很让人生气了 高文英还说 这是为了营销 为了虫粉 你是虫粉的人吗 不就是想看我们钢太吃醋的样子吗 当然他出来想要 也只是想要人家的那只 好看的钢笔而已 我们老李他来了 为了爱情也是煞费苦心啊 居然要租住在朱莉的家里 不过某人肯定不乐意啊 但是朱莉妈妈觉得吧 人家很可怜 出版社还倒闭了 所以朱莉问妈妈 莫非你把钢太的房间租给人家了 那倒没有 是把宰住的房间分给了他一半 我们宰住成不可期啊 房间已经够小了 现在还要跟一个男人同居 生气呢也是难免的 不过你的倾诉对象上台 貌似也有心事啊 他是在担心钢太和文英的问题 老李和朱莉呢 其实还挺配的 两个人目前都是单恋的状态 不过我们老李现在是进水楼台 我觉得有戏啊 这集是怎么了 怎么到处是爱情在燃烧啊 这对患者也得谈恋爱 不过医院是严禁患者之间恋爱的 所以两个人呢 只能偷偷默默地搞地下情 但是再隐蔽呢 还要被我们钢太给发现了 两个人想要拜托钢太 不要告发他们 但是钢太呢并没有答应 如果被医院房知道 两个人就必须被分开了 我想钢太应该也不会这么狠行 拆散这个鸳鸯吧 文英觉得很无聊 小哥上台一起玩纸牌 结果就被哥哥看到文英手里的盲太郎 上台说这个娃娃是钢太给他做的 文英说现在这个娃娃 钢太已经给我了 两个人像孩子一样的抢玩具 最后夸击 恶魔娃娃被一死两半了 好嘛 这下两个人的心态算是都炸了 等钢太回到家 房间没开 我的妈妈呀 这两个三对小孩在打架吗 我们钢太都惊呆了 为了一个盲太真不至于这样 不过这两个人 这架打得也太好笑了吧 钢太呢算是把两个人给分开了 上台还吐槽高温 也太会打架了 钢太跟哥哥说 既然盲太也招不到蝴蝶 你也一直把他放在抽屉里 不如就把他送给更加需要的人啊 上台也说了 盲太就给他了 但是钢太不行 言下之意 谁都不能把弟弟抢走 看来哥哥面对弟弟和文英的恋情 后面还有很多情绪要发酵了 哥哥搞定了 现在回头再劝说文英 盲太呢已经同意让给你了 钢太也希望高文英可以包容一点上台 文英说啊 谁都别想命令我 这里钢太巧妙地把命令换成了拜托 你看 有时候一样的意思 只要换一种说法 你就能哄好女朋友 姐妹们 记得让男朋友鸡笔鸡哦 文英说 你太会隐忍了 你的手被我刀划伤的时候 哥哥在书店被拽在头发的时候 被上台按在地上打的时候 你都是默不作声又冷静的状态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钢太回答 只要这样咬牙忍耐下来 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如果我不顾及后果 就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照顾哥哥了 文英说 我就像炸弹 你就是安全插销 我们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 说到天生一对呢 钢太有点酸了 你跟那个眼睛男粉丝 也是天生一对吗 结果文英拿出钢笔 钢太被秒打脸 钢笔虽好看 但也不及你的盛世容颜啊 然后就是秀文爱的时间 文英躺在钢太的腿上 安心地睡着了 盲太秀不好了 放在了她的手中 钢太就这样静静地 看着熟睡的文英 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触碰了她的手 哇塞 这集是不是也太甜了一点啊 大事件 我们牢里的胡子 被宰猪给刮掉了 其实是晚上 一不小心 口香糖 你到人家胡子上了 之后被老李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 所以没办法 宰猪只能勉为其难的 帮她刮了胡子 不过老李在朱莉家 倒是挺适应的 一边做着早饭 心情都很不错 女朱莉也是神奇的人物啊 大早上在朱莉房间擦地 主要是因为之后的时间 都要和她坐在一起了 这一大家子人啊 就幸福地吃起早饭了 女朱莉说汤有点闲呢 老李想要教训多嘴的朱莉 结果宰猪的脚上功夫也是了得 所以在宰猪和女朱莉莫非又歇 这三个人呢 又一起来医院了 上台一看这什么情况啊 不行不行 这中间的位置我要了 让你们秀恩爱 真坏 文英来了院长室 本来以为是患者 都想听她的课 才重新让她回来开课 结果院长说 其实是她跟钢太做了交易 文英这就很甜蜜了 钢太呢 果然没有告发这对患者情侣 不过她还是告诫病患 不要再私下约会了 男患者觉得太难了 喜欢一个人啊 就想天天见到她 这些话让钢太想到 自己和文英之间的感情 她已经完全陷入 爱情的宣伙中了 现在我们来听 文英如何诠释美女与野兽 按照她的说法 这部童话呢 其实讲的是斯特格尔摩 正后群 女主贝尔呢 被当着人质关在城堡里 野兽平时自私又粗暴 只是偶尔对贝尔 展示一点点善意 单纯的女主呢 就感动了 觉得野兽太孤单 她要用爱去包容她 其实这一切呢 都是贝尔的错觉而已 这个时候热恋女患者 雅琳呢 突然站出来 她反驳了文英对童话的黑暗解读 雅琳觉得贝尔的爱 拥抱了野兽 受伤了灵魂 这是人类所能做到的 最伟大的事 病患男友呢 也起身鼓掌 表示支持 文英因为她的话 也想起了钢太 拥抱她的场景 这或许就是所谓爱的力量吧 这个时候 雅琳的前夫突然来到医院 女护士说 这个男人就是个家暴男 雅琳从国中开始就认识了他 又是结婚三年 前半生啊 都是被这个男人给控制着 高文英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用在这里是刚刚好啊 此时的文英 惬意地坐在长椅上 旁边是前夫 就缠着雅琳想要复合 他还保证自己 不会再动手打他 但是当他听到雅琳说 自己在医院里面 有恋人之后 渣男是圆形毕露 准备动手打前妻 此时文英 一个一拉罐暴击 扔到了渣男脸上 渣渣前夫 掉转枪口 粗暴辱骂高文英是疯子 文英也是怀疑颜色 把话抵了回去 不料这个王八蛋居然打人啊 不止如此啊 还得寸进死地继续欺负文英 就在此刻 刚太呼啸而来 对着炸弹狠狠地就是一拳啊 拳击都在强调刚太的隐忍 但是看到文英被欺负 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要不是同时跟患者阻拦 这第二拳啊 怕是要打下去了 不过刚太最终还是冷静下来 放下了心中的怒火 回过头来呢 赶紧去安慰文英 刚太关心地问他怎么样 文英说不好 感情要不是我们刚太揍他一拳 这炸弹怕是要死在文英手里啊 不过因为在职护工人员打了人 对医院来说绝对是负面影响 为此护士长觉得 一定要严肃处理文刚太 这里作为哥哥的上谈 有点哥哥的样子了 一个劲地帮弟弟道歉 让刚太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不要一起用事啊 院长最后的决定呢 是停薪停职 应该是等父母过去 再让刚太回来上班 一向隐忍守护剧的他 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打人啊 朱立呢也很关心地过来搭话 还说呢只要认个错就好了 但是刚太却说 我根本没有做错啊 对就应该是这样 患者们都觉得刚太做得好 不过走的时候啊 你患者注意到 刚太脸上居然很奇怪地笑容洋溢 看来我们的文刚太啊 终于也释放了一次 他满脸威胁地奔跑着 刚太跑到文英面前 他说自己被停职停薪 而且还要被起诉 现在简直是一团糟 但是他就是无比快乐 这一干就是 唯一想要看到了另一个文刚太 一个拔掉安全插销的文刚太 他伸出手说道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去玩了 第八集也在甜蜜中 来到了尾声 我是帝叔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的第八集 就讲到这里 我们第九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